张女士说自己是一名新手司机去年9月份拿到的驾照 买车主要是为了上下班方便 萧山宁为街道有家杭州康乔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他这辆一汽丰田卡罗拉双情花了11万3300元 采访时已行驶了1476公里 他介绍车子有个CarPlay功能可以导航 去年10月底提车后 没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功能有问题 从他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中控屏处于黑屏状态 只有一个音量显示 视频是在驾驶位上拍摄的 记者也提醒张女士 安全第一开车时别用手机 导航中间黑屏 还有就是导航闪退的问题 然后没事出现了 我就要只能找地方尽快的停下来 然后打双跳 然后重新启动 要启动几次才能正常 就很影响我去使用它 它这个屏幕是只有CarPlay会出现这种闪退的情况 还是说其他一点会有 你没有用过 因为我只用导航 张女士用手机连上了车内屏幕 在路上开了十多分钟 没有出现黑屏或闪退的情况 她说自己也有一段时间 没用过这个功能了 比如说我用五次 但是有三次会跳 年前它就一直有问题 然后为了我自己的驾驶安全 所以她就让我买支架 我就再也没用过 我就老老实实的用手机导航了 张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上显示 2023年11月5日 她向一位姓刘的销售反映这个情况 2024年1月23号 她又向一位4S店的工作人员反映了导航的事情 他们给出的方案就是让我的新车更换车机 然后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他们态度很强硬 那如果说车机都要换掉的话 那你把车给我换了好了呀 我毕竟是新车 点测出来有问题吗 没测出来她说黑屏或者是死机的问题 我们没测出来 那我们跟客户讲 为了安抚她嘛 可以先把主机去先给她兑换一个 但是客户要求要退车 那我这个要求我达不到 能给你补偿的那我们尽量给你补偿 店内工作人员表示 会和张女士继续协商 看能否给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方案 张女士同意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